那動物呢? 蛤?你說那些狗啊? 是啊!那些狗啊! 牠們自己其實都吃不少的 狗就固然吸得多 不過其實不同動物都會受到催淚彈的影響 好像之前中大那樣 放了幾千枚催淚彈之後 周圍都是雀仔屍體 以下就會交給獸醫Dr.Grace 將為我們的動物發聲有請 除了香港人之外 其實香港動物都受催淚彈的影響 那催淚彈呢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化學質 接觸到皮膚或者眼睛 一些有水分的表現的時候 都會產生刺激的化學作用 那跟人一樣 那動物的眼睛 牠們都會有刺痛的感覺 那接著就會不停地眨眼和流淚 那皮膚方面都會有灼傷 有刺痛的感覺 那還有呼吸道 呼吸道有機會會咳嗽啊 會有氣管收縮啊 或者牠們喘不到氣啊 或者你見到你呼吸得很辛苦 甚至乎是療癒會變紫啊 或者你看牙肉啊等等 這些都會告訴你 其實牠們呼吸有機會是出現問題的 那一些比較extreme的個案 可能是有心臟有心力不正啊 這些這樣的問題 那很多時候 為什麼主人會發現 可能牠們離開了家裡 這個窗就開了 那回到家裡 這個動物都其實好像沒事 可能隔幾天之後 有可能餓吐的跡象啊 或者不吃東西啊 又突然間見到 為什麼這麼多眼睛分泌物啊 等等 那有時牠們都未必會 就是發現到這個是催淚煙的影響 甚至乎很低劑 有時在外面 在街上吸進來都不知道 那還有香港人都比較繁忙 又或者就是 因為金錢的問題 可能有時都不願意去 就是再去dialate 再去找煙究竟原因 為什麼會不吃東西啊 為什麼突然間啊 又或者甚至乎 主人都 都跟其他問題 有multi factor 令到那隻動物是不舒服 等等 那等等 那同時動物都不太懂得跟我們說啊 會不會受吹的影響啊 又或者牠們 就是感覺很害怕 外面聽到啵啵啵啵 發放出去打的聲音 其實牠們可能都很聽 很緊張 其實那 牠們都未必會告訴我們 實際牠是因為 什麼事而舒服 我們都 也都說一下 怎樣可以在家裡 self-help 到呢 很簡單 一定要戴上手套 保護自己 還有口罩 那你戴動物之前 就一定要戴好自己 儘量就 如果家裡有這些療漸 都可以和我們療漸出來的 那你還儘量將 如果看到動物的眼睛又有灼傷 或者流淚 紅腫 那你都可以將動物輕輕的頭 然後打側這樣 打側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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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 我們呢 盡量就打側這樣 是不是 哎呀 gaze gaze 對 那你就盡量準備一些新的鹽水 或者水 那就記住呢 不要將這個 contamination 法 即是一些 沾污了的法 那就是一些 催淚物 一些髒的 濾水再 再沾到 譬如說 他們的皮膚 或者毛髮 那就盡量由內到外 medium 這樣 一滴一滴這樣 沖 一滴一滴這樣沖 那做好了一邊之後呢 就反轉另一邊 就做第二邊的眼睛 那就是由內到外 這樣沖 那會是最佳的 那當然有人幫你 是最好的 因為動物這些時候 通常都很緊張 很panic 那我們就盡量希望可以 等它舒緩一下 不要那麼緊張 還有你最重要 就是都要留意一下 它的呼吸 如果它的呼吸 即是很不順暢 你看到舌頭的顏色好指 抹大口呼吸 已經喘到開始 好像窒息一樣的時候 你在你自己安全的狀態之下 都可以盡快 大口呼吸 還有什麼 大家可以去思考 那我就 在這裏作出一個呼籲 香港政府 和香港警方 希望你們去考量一下 其實除了香港人的身體健康之外 我們都要考慮一下 我們作為人類 在這個地球的一個定位 那我們除了人類之外 這個地球還有其他生物 包括著羽 流浪的動物 家裡的寵物 那這些呢 其實我們都是在分享一個 Ecosystem 分享一個 Habitat 那我們應該是 本身尊重 去明白 我們要分享地球的資源 我們應該 作為人類 一個感有智慧的動物 我們應該去珍惜我們的環境 而不是不停去發放一些 催淚打催淚煙去破壞我們的環境 去毒害我們的下一代 或者毒害其他生物 因為這些催淚板裡面的化學物質 是會停留在環境 一個不知多長的時間 那我在這裡 真是希望政府 他們真的可以把關 想清楚 如何去對當他們下一角 和新的動物 互相尊重 多謝 多謝 我就做 工作室長 召集人陳瑩 跟我們分享他的看法 有請 首先很感謝 今天主辦單位 辦了這場集會 我是公共衛生研究社的代表 其實由6月12日 警方用第一顆催淚彈開始 到今天 12月6日 警方已經用了超過一萬顆催淚彈 我不知道大家對一萬顆這個數字有什麼感覺 但是我會說 我人生中從來沒有想過 我做公共衛生的研究 然後有一天會在香港 在我家做催淚彈的研究 其實老實說 作為一個研究人員 今天的香港其實是一個研究的寶庫 因為地球上從來沒有一個地方是這麼密集 而連續 還要在一個這麼人牽囂密的地方 不斷放吹雷彈 而據我所知 其實有很多外國的學者 都對香港非常之有興趣 應該是說 其實他對於香港人 未來十年的健康很有興趣 但是作為研究人員之外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只能夠說 其實我很擔心 也都非常之傷心 無論你是什麼政治立場都好 可能你是前線的學爭者 是街坊有口 甚至你是警察都好 我希望大家明白 今天催淚彈的使用 已經超越了政治問題 而是去到一個 關乎全香港人的健康議題 在現場出現過的人 他們身上 除了會留得一塊塊的紅疹 一大片的水泊之外 他們會有狗咳不散 甚至會有肢氣管炎 而其實在施放催淚彈的時候 當溫度去到 涉事150度到300度 就會產生其他有害的化學物質 例如可以腐蝕皮膚 和嚴重傷害眼睛的二綠甲本 和在人在裡面 可以代替出生歪的疑病青 如果你看回現有的資料 用的催淚彈 甚至是已經超越了400度 在這麼高溫之下 發放這些有害物質的速度 只會這麼快 現在警方已經用了 超過一萬顆的催淚彈 以用的範圍 已經覆蓋全港大部分的地區 在醫院、民居、老人院 也曾經用過 其實大家都已經看到 警方今天用催淚彈的影響 已經一早超越 他本身控制人群的目標 而成為了對整個香港的毒害 但其實到今天 學術界依然還沒有肯定的答案 講到給大家知道 到底人在不斷感索催淚彈之後 的健康影響 因為我們今天面對的事情 是史無前例 而研究人員也很難在衝突 現場收集數據 加上每個地方製造的催淚彈成分不同 在政府拒絕公開催淚彈成分的情況之下 作為民間研究團體 其實我們都只能在鼓鼓下 如果大家有留意 立法會近期的辯論 會留意到 其實談的事情已經開始變成雞同鴨港 即使政府是基於他們手頭上的文件 斷定催淚彈根本沒有重大的危害 但其實在沒有成分 主要沒有實質數據的情況之下 就斷言說催淚彈有害或者沒有害 其實都同科學求真的清晨背道而馳 政府說公開催淚彈的成分 會影響警方的部署 我們完全是摸不著頭腦 難道之前一直用 已經公開了成分的美國催淚彈 就不可以驅逝民群嗎 而現在客觀的現實就是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知道 催淚彈發射的時候 會製造甚麼有害的化學物 也都因而很難對症下藥 教市民怎樣清理或者怎樣自救 我們分別曾經在8月和11月 發表過兩份文獻去教大家 怎樣去保護自己 和清除催淚彈的影響 但是衛生防護中心 只要等到11月 在市民已經吃足半年催淚彈的情況之下 才出到一份連催淚彈成份 是甚麼都沒有的健康資訊 根本完全是沒有呼吸過 市民的健康安全 眼白白看著一個這麼大的健康危機 但從來無從入手的感覺 我相信每一個研究人員都感受得到 其實要回應現在社會的擔憂和疑慮 政府是應該要儘快在密集施放催淚彈的地區 例如油尖旺和香港附近的水域 去收集泥桶和水的樣本 進行發炎 而更重要的是 只有政府公開催淚彈的成份 我們才可以和醫護一起共同商議 對政下藥去談一下 怎樣處理這個催淚彈的圍禍 而亦都是這樣 市民才有可能會相信政府說的話 而在有監察和發現結果之前 為了保障社區腦藥扶育的健康 我們呼籲政府嚴格管制使用催淚彈 有立法會議員之前問 扶心自問 警方不用催淚彈還可以用甚麼 而我在亦都希望政府和警方扶心自問 到底這六個月來 你們是否真的跟足指引用催淚彈 這幾個月來 我們見到室內使用 在高處向下發射催淚彈 甚至水平發射 當催淚彈是機關窗那樣用 這些又是不是驅殺的必要手段 香港有百成的住院病人 最後都會去公營醫療系統 如果政府今天因為政治考慮 而決定對催淚彈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 你視而不見 最終只會和供應醫療系統攬炒 最後香港人 星期日為了自己的健康和權利 我希望我可以見到你 星期日見 集會去到這裏已經差不多來到尾聲了 我們再一次感激今晚出席的每一個香港人 根據現場大會估計 我們今晚出席集會的人數是接近2萬人 在這麼冷的天氣裡面都這麼多人出席 可以見到警方濫用催淚彈的問題有多嚴重 有多影響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未來還有多少顆催淚彈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希望政府不要再用催淚彈來解決政治問題 令香港成為一個催淚之都 所以我們重申 警方需要立即停止濫用催淚彈 政府要立即公開催淚彈的成份 和在受影響的市區實施補救措施 保障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我在這裏邀請大家 我們一起發聲向香港政府申訴 City of fear People in fear City of fear City of fear 公开成份 公开成份 在我们今天集会结束之前 想借大家的掌声 除了多谢各位出席我们今天的集会之外 我们也都很多谢各位抽空来到现场分享你的嘉宾 以及接受录影录音访问的不同专家和前线人员 还要很多谢香城教育电视的义工帮我们展触了开场条件 感谢香港红十字会为我们提供急救服务 也都很多谢Just Production 静一制作为我们进行义舞拍摄 还有也要很多谢烈火器 方浩文 Rubber Band 以及阿里的团队 给我们在集会期间用他们的歌曲 最后也都要多谢一众义工和技术人员的协助 以及帮我们做义务文宣的网民 令我们今次的集会得以成功举行 香港人 我们要加油 急急可疑 专家和你讲 全城抵雨吹淚烟 集会正式结束 大家可以有点着去离开 谢谢各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